一大享受 不太了解 具体怎么回事 而且我也不太懂 尤其这个国际形势 包括这个复杂的东西 这得谨言慎行 因为什么呢 你不懂就不要 不要多乱发言 正儿一般来讲 你都得有一定的相关 作业长期积累 你才敢于表 要不然那就是纯属瞎说 不像体育 体育你扯不扯能啥的 这个MBA求行 他心里到底怎么想 来互相之间 这个团队矛盾 这种外界解读 这都很正常 因为在体育领域 向来如此 你比如说 追溯到二三十年之前 当时的假A的一些 报道记者 这什么事 喂喂 包括这个二三十年之前 那会儿这个假A的一些相关报道 都是这种风格 就好像说 钻着这个对方坐着底下一样 这就属于是第一人称的叙事风格 或者说呢 以一个上帝视角的讲述方式 这种方式通常呢 在非严肃的内容的评论当中经常使用 如果说特别严肃 你比如说这个 你像现在是什么 阿富汗这个议题 你要是敢这么写的话 那你就是出大问题了 对不对 你在现场是如何 那是不行的 但是NBA呢 体育内容 他这玩意儿本质上是舆论 但这个就无所谓 这个就就可以 这是一种风格 很早就有 就这种风格 懂事学 再包括你像评书也是 他通常来讲 没有说彻底的 以一个这个中立角度 去讲整个故事框架 但凡是你要说这么讲的话 它是有问题的 很难让人身临其境 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感觉呢 有点类似于玩游戏 为什么RPG游戏 能够让你沉浸几种 你要说你是彻底的 一个旁观者的话 你就不愿意采与了 为什么RPG游戏大行其道呢 你就好像之前的魔术世界 这个全都是建造类的 他就打不过RPG RPG有融入感 你就直接以低人成视角 去参与这个游戏吗 他不一样 爱佛神 爱佛神 爱佛神咋了 你单独提爱佛神 你这咋讲呢 爱佛神 如何看待热火呀 新的凡字母装甲 目前热火 有什么凡字母装甲吗 阵容当中 你比如说这个 外线 吉米巴特勒 再包括刚刚引进的 PJ塔克 内线的 阿德巴宇 这就是有内有外呀 反正母装甲呀 这套死灵了 而且呢 金飞西比就在于呢 有时候要不怎么说 你说 自古根 他本身有成长也好 但其实呢 也是结合 身边阵容班底的 实质改变 这就好像类似 早些年勒布朗詹姆斯 这说苦手其事的话 老哥一个硬挺 这说倒这个倒那个 面对东部这块 已经集结形成的 巅峰凯文加伊特 08年 年仅31岁 携手另外两大 原本各自球队的 头马 组成了巅峰 三巨头 绿三巨 面对这么一只近旅啊 你还老哥一个硬挺 面对西部这块啊 圣安东尼奥马赐 余为尤赛 洛杉矶胡人 内线三巩 怎么讲呢 不太好打 所以 詹姆斯选择 加盟 麦米热火嘛 加盟热火之后 你说詹姆斯 自身是不是有提稿呢 绝对有提稿 但是不得不讲 这种提稿呢 也是配合着周围队友的 强势 两者之间交相回应 形成的非常直接的 观察效果 这点和这种歌 他今年情况有些接近 你说是不是 这种歌自身有提稿 他肯定也有提稿 但是为什么 反志姆装甲呀 以及其他的各种应对手段呢 内线直接蹲中缝啊 这种防守方式 屡屡失灵呢 也是因为 他身边拥有了左往右臂 你这往上得是两亿起匪嘛 你这个中路突进的 他可能说 形成的冲击力 要更加这个 有效一些 你身边左右臂膀 也得足够强势 所以这都是配套的 团队也在提高 志姆装甲自身也在成长 跟当年的勒布朗张伯斯 情况差不多一样 张伯斯也是自己提高 团队能力爆棚 那就是夺得了冠军了 所以现在阶段 什么反志姆装甲之类的 不行了 因为你不能光指着 这个定住志姆装甲 你就如何 而且志姆装球一旦交出去之后 另外几个人你顶不顶 完全就是一到人墙 扛志姆的话 那左膀右臂发尾也能拿掉比赛 这俩都不简单 米特尔顿呢 进攻段动辄能砍下四十甲 这个输出火力 已经足够赢下一场比赛了 志姆装甲呢 一年以来吧 没有发现 就他很少有这种 这个吊链子的情况 再差 他也能搅出一份合格打卷 所以你抱歉 这核心几人组呢 整体火力 不好压制 花德干恩彼得 央视主持人 好几个水平 那是一定的 那央视呢 当然了 这级别 这都是幽中选幽 那这这个 那都是人才 醍醐浓梅啊 还是胡人都没想 胡人都没想 醍醐浓梅 他不会英雄 现在这就是不断的学习 包括浓梅葛在内 你能够发现 浓梅自从加盟胡人之后 他整个季季赛 他的比赛风格啊 他对于场上节奏的把握呀 越来越到位 这就是不断提高和成长 年轻时代的那会儿 出充茅庐 涉事未审 在季季赛当中 这一片浑水当中呢 可以说找不到方向 经常迷失自我 大量单打呀 局势稍有被动的 当时慌乱了手脚啊 现在都有所改过 基本上传票文章文章 他跟勒布朗章武士 不断取经的过程当中呢 自身也大量的吸收自私 所以浓梅他也筋肥息比 他就是体格不好 这一点是浓梅 破受外界诟病的一点 因为你再整个实力强 你如果经常受伤的话 体格太脆 那也是让人提心吊胆 尤其打季季赛 他这个体格确实不太行 有时候经常稍微一解除 一碰撞就容易受伤 这点就是个重大言欢 不得不讲凯文多兰特啊 他自从是今年打完了 季季赛以来 就整个的拼杀过程当中 甚至有时候是平拍倒地 就是重重摔到地板之上 但是杜兰特呢 没事人一样 稍微拍一拍 立刻就能够直接起身 参与接下来的整战 所以杜兰特他现在的 就是比较良好一面 为什么你在判断杜兰特下赛季 能否斩获一些顶级的个人奖项啊 带领球队能够走得多远呢 往往呢 就现在阶段你再说杜兰特 他有重大伤病隐患呢 随着这个打奥运会 这么激烈的对抗环境 他也挺过来了 并且能够看出来是 几乎是处在应对自如的状态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杜兰特接下来的受伤风险呢 在降低 有时候就这样 往往受伤呢 你能不能迈过这一个关键的坎 如果你迈过去了 差不多也就过去了 就现在基本上对于杜兰特 他这个跟剑跟提呢 起码就复发呀 或者说连带的导致 其他伤病出现的可能性啊 在迅速降低 这就好像人生一样 往往人呢 有这么几个危险的节点 起码呢 就是刚刚出手 再有呢 就是三四十岁 这也是一个节点 如果你过了这两个节点之后 差不多 你就大地意外出现的可能性 非常低了 通常能活个七八十 这是人吗 运动员一样 受伤病 这个伤势出现之后 今后能否复发 能否引起连带性的 其他不良反应 过了这个坎之后 接下来有可能一马平出来了 起码就杜兰特 目前的身体感觉 他也不整具对抗 而且打出了早些年 杜兰特最健康时期的 那种身体自信 所以接下来 杜兰特 我判断 下一个赛季 应该有可能出击率 非常理想 出击率 张姆斯爆团 你说张姆斯整个爆团 之前再找那会儿 那不是绿山军吗 先开历史的先河 那这没有办法 张姆斯也是跟随者 你要说这个怪 只能说怪这个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 第一个采取电影爆团的 凯文杰兰特 这怪是他的 结果他这个 无论到哪呢 说了上句了 似乎说 好像说这个绿山军 当时七老八十了 并不重要 起码刚刚夺冠了一年 平均年龄比上席地 两个人还小 所以说所以呢 这就是当时这个绿山军吗 他们选组队的 所以那会儿没有办法 掀起了组队讽计 罗布朗 张姆斯只是因为影响力大 他影响力确实太大了 而且就是张姆斯 组团的年纪 可能说这个 相对来说要更小一点 就是更是正值当打 这年颠峰期 这个比加伊特 加伊特处于是巅峰尾了 但也是在巅峰期 区别好像就在这 再一个就是往往 越是顶级的剧情 他越遭黑 加伊特说实话 这个级别分量 没有那么十足 就加伊特 往往一个内线球员 有几个乐意大利塔的 内线球员的通常 就在球迷群警当中 支持则有 但是往往就是 支持的程度 相对来说 比较表面化 就是你好像 蒂姆邓肯也一样 你说有几个 铁杆邓肯粉丝 也有 但是支持程度 跟外线那些 分整的 不断的言语纠缠 各个球迷之间 各个群体的球迷之间 互相猛烈的输出 这情况完全 接而不动 所以 加伊特 就因为 级别分量多少 他也不是联盟 真正的 头面人物 所以 不能吸引火力 那会 前而一看 最样的 算了 就是主团 之前连续三年 没打进旧赛 说的话 跟可乐福组队 能有多大区别 是不是之前那会 连续三年没打进旧赛 他是巅峰期 凯文贾伊特 最好年华 三年没打进旧赛 那你去主 也就主了 就好像扎克拉文 和这个武器为奇 主队差不多 他早些年 是拿过这个MVP 但是个人率队能力 确实太一板 就长鬼赛 也打不出好的表现 他也 凯文乐福是差点 但是加伊特 强也没强 那么特别多 一般来讲 很少 政治当打之年 施政库里 上赛季 是已经年满33岁 说实话 这个年纪 正战起来 长远 对于身体的消耗的话 多少有些吃力了 33岁的施政库里 但是尚且库里 也是维持住了 基本体面 率领勇士 以前八省份 展开的这个 季后赛 第一阶段 也就是 副甲赛的争夺 展开的季后赛 第一阶段 是不是这样 打了季后赛了 但是 卡蒋特 早些年那会儿呢 正值壮点 29到30亿 这几年 完全浪费了 现在季后赛都没打 所以他为什么 跟这个绿军 另外那哥俩 组队之后 没人合计 说呸一把 这个加伊特呢 连续三年 打不进季后赛的 一个球形 那你组队 谁能挑你的理呢 这就好像扎克拉文 跟武器维席 你爱组组去吧 差不多有点 类似这种感觉 再或者说 跟谁还挺像 跟猛男也挺像 就是说猛男 当然他还不如猛男 猛男说的话 就是领军时期 几乎从来都 没有错过季后赛 但是你看猛男 因为他这个 其实他带队走的 也不是特别远 因此猛男 跟谁组队到一块 外界几乎 没什么诟病 你比如早些年 跟保罗小智 后来跟张普斯哈等 没什么诟病 因为猛男 他本身 他也走不了太远 诟病什么呢 跟加伊特 是比猛男 这个地位更低 因为他俩都拿过MVP 猛男当年还是 连续三年 成绩三双王 历史三双王 说说猛男 现在就欠缺一枚戒子 他拿一枚戒子 就能够碾压 凯文加伊特 加伊特 在没拿戒子之前 联盟地位 说实话 比猛男 是要底的 你要说你这个 能赢球如何 你哪赢过呢 连续三年没打进救赛 猛男干不出来 这个事 这就是加伊特和猛男 为什么加伊特 他不受诟病 级别还是有限 加伊特和农美 谁厉害 那这个又是 不同的参交系了 没说加伊特 再惨也是跟那个 威斯布克比 你要说跟农美这样的 因为农美他个人找过这块 确实是拿不出来什么太硬的东西 之前那提湖呢 有十几人给他单独带队 但他带队比这个加伊特更惨 加伊特甭管找地 以大哥身份干进过西部决赛 甭管说是引进了卡塞尔啊 又如何呀 身边其他不错的球员呢 其实农美也不算带上 之前那会还跟联盟当中 甚至就是2015到16 当时多少曾经因为2015到16 那会比较特殊 15到16赛季 尼古拉元奇 刚刚进入联盟 那会还给这个努尔基奇打替补呢 悄然比较呢 长期饱受这个骨折上市的困扰 那会也是无法处战 联盟当中真说 纯正五号位的话 15到16那个阶段 也就是谁呢 考新史 为什么现在我们一堂考新史 不胜唏嘘呢 当年曾经 头顶过第一中方的王国 曾经啊 因为农美 他更像是一个四号位嘛 因此呢 农美哥和考新史 当年他俩巅峰期携手 绝对算巅峰期携手 这属于四五号位 都是联盟一等一的 这种存在 结果啥也没拿出来 你别说 季后赛考新史上了 常会在期间 你战绩也不好 因此你说 你这个农美哥 他领军 已经给你个联盟第一中方了 你还是答不明白吗 那会儿 也足以判断 就是农美他领军 确实是差点 比加尼特还要更差 并且他俩在单独领军 那个时期 加尼特进入季后赛的 次数和比例 也都高于农美 个人讲象攒货人 那是MVP 农美不是 农美现在拿了个冠军 确实挺露脸 但是也比不了 凯文吉·艾特 阿富汗不太懂 不是谁都能跟某人对比 网队和雄鹿 蓝网雄鹿 以前那个奶酪 那个奶酪 那个奶酪买地不堵 当时也挂了一段时间 买地不堵 后来又给下了 站着地方 它也不产生受益 这就给下了 那疼地方呢 整的烂七八糟一堆 不怎么产生受益 挺好吃的那奶酪 那是挺甜的 都是一粒大品牌奶酪 没下了 不怎么卖 他那个牛肉酱不错 我到现在还吃呢 这牛肉酱 这牛肉酱到现在 我还没事吃呢 字母能不能 蓝网被字母哥淘汰了 以后杜兰特 好像会不会投敌 加盟雄鹿啊 加盟雄鹿之类 这都是一种调侃 怎么讲呢 因为卡文杜兰特这些年以来 他只能说呢 说的话有时候 你一想到杜兰特呢 内心当中也倍感一种 莫名心酸吧 因为毕竟这名球员 是绝对的顶级站立 你要说他个人实力的话 你对他有任何怀疑的话 确实有点问题 团队归团队 因为篮球本质 它是一项五对五的运动 篮球绝对不仅仅拥有 单打这一项技术 但是你要说 真是把单打 就是单独拎出来 你花分一个替队排列 杜兰特确实无解杀击 正如之前那个谁呢 当时也是一个 没推移球员嘛 他就讲阿里纳斯 阿里纳斯说实话 也已经算是个万了 早年间跟勒布朗 詹姆斯两者之间 奇才奇事 两者之间的大战 也被球迷记忆深刻 传为一段美谈 经常操演三分呢 他的单打能力 火力已经相当凶悍了 但他给出的评价 就是真说 杜兰特纯单打 这一项技术 单独拎出来 比麦克尔乔丹都强 说实话 这话讲的也不算太夸张 为什么我们对于杜兰特 他始终那个比较挑剔 就因为你单打能力太强了 说实话 就你比如说 我之前讲的 杜兰特 仅就单打 中距离力棍 这一个技术领域 跟麦克尔乔丹比 说实话 杜兰特都有点亏 就是应该是 拿乔丹跟杜兰特比 就乔丹其实打的也挺累 翻手后仰啊 虚晃啊 动剪啊 摇头晃脑啊 各种假动作呀 但是你看杜兰特 什么时候干这个 很少干 瞄一下 对不对 看你眼脚下 再看一眼篮孔 他连试探布 轻易都捕捉 杜兰特 那意思就是什么 完全用眼神 做两个假动作 看一眼你脚下 对方感觉 杜兰特是不是要吐破了 再开眼篮孔 让对方做一个选择 我似吐似头 你做一个选择犯断 然后拔起来就吐 就非常简单 简单之际嘛 仅就这个 中距离单打领域 杜兰特就是历史 几乎无处其诱的 乔丹跟杜兰特比 在某种程度 杜兰特都感觉略微吃亏 他几乎就单打 是最节省体能的一种方式 他又是大个 还能运球 从后场运球到前场 填点位置后 拔起来直接投 这活他也能干 并且他还有三分远色的火力 所以呢 杜兰特 这就是单打 这么强势的一位球员 为什么对他挑剔呢 因为他在 把自己这种单打的过硬实力 融入到团队当中 因为篮球毕竟是五对五的一项运动 NBA也是五对五的团战争夺 融入到团队里 说实话 杜兰特跟迈克尔乔丹 那这个差距 就比乔丹和杜兰特的单打差距 来得更加悬殊 就杜兰特的领军 这块 值得上去 这是他接下来 需要重点证明自己的领域 为什么对他挑剔能力太强 性格嘛 这就是软件方面嘛 这个杜兰特 要不就是说 你其他人加入金正尔士呢 掀起不了这么大的舆论 风暴 但是杜兰特特是不一样 单打能力太强 就是单打给人的直观印象 太深刻 像这种呢 那就领理所应当 你得寻找你属于自己的 营求方式 构建一套正能班底 况且身边原本实力都不差呢 伊巴卡呀 猛蓝呢 这都颇有战斗力 甚至包括就是 把哈等送走之后 顶替哈等的这个 第一代辞王 那叫什么名了 凯文马丁嘛 说说凯文马丁 就以他的身手实力 早些年在国王是对内得分王 这你也不能低估 因为当时马丁打出巅峰状态的时候 啥都有 能遭犯鬼 对方轻易不敢进审 与此同时还有三分投射 说的话风格真是挺像哈等 所欠缺就体格比较担保 真说这个 与对方肌肉纠缠呢 他可能说差点 但是你像这样的 在雷霆队打一个丢人的话 绝对够用嘛 这也属于降维打击 早些年那会打首发 有这个实力 2010年左右 当时凯文马丁在联盟当中有一号 后来到了火箭之后 竞技状态缩水 但也绝对是一个 操溜的有力竞争者 这种三分 所以那会雷霆队实力不算太差 2016赛季 是不是还有凯文马丁 我忘了 好像没了 那会凯文马丁好像被交易了 应该是 当时好像没了 早期那会是有的 当年雷霆卫少太可 这个有一项数据统计 这也是尘封已久 但是呢 雪淋淋的事实 这也是 当时那个2016年西部决赛 卡恩多兰特 他在第四节的准型是低于卫少的 这个要不怎么说挺惨的 猛男基本维持了34%左右的准型 卡恩多兰特我没记错 就那一整年的这个 就2016赛季 打那三轮系列赛 第四节是杜兰特的准型 低至31%好像是 之前有过这个处理统计 那一年你要说他俩谁开锐谁 这个事多少值得上去 当然当时杜兰特心态多少 已经发生改变了 跟早些年不太一样了 因为猛男上一个赛季 斩获了德飞王了 就在队内怎么讲呢 就他俩的搭档携手关系 跟联盟当中其他任何一对组合 不太一样了 因为那会儿呢 猛男杜兰特他俩都属于年轻气盛 尤其猛男性格原本比较张亮 他俩说实话就个性成了 尿不到一个湖里 猛男是属于这个 大大咧咧也好啊 性格非常开朗外向 杜兰特呢 性格这块比较内敛低调 他俩风格完全不一样 因此你要说施角 他俩之前彼此视为默逆 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高 当然彼此尊重 搭档多年 也是一个战壕里爬出的 不能说生死之脚吧 也是紧密战友 这场关系是有的 但是私下感情不见得那么过瘾 这是猛男和杜兰特 他俩这个 在2016年呢 那会儿情况就是 内部会比较伟妙 一个MVP 一个是德费王 当然另一个也有MVP 两者之间性格这块呢 还不太一样 当时这个对内环境不太好处理 那会儿杜兰特 要不能说感觉 跟猛男搭档相处起来呢 这不是很自由自在 跟以往情况不太不太一致 当时猛男也有一定的主人公意识了 就在对内他也不敢居于人下 就那会儿他俩这个搭配关系不太一样 就不是那种纯粹的这个 因为他俩那会儿各自都有追求 多兰特呢可能说追求层次要更高一点 想要追逐总冠军了 猛男当时追逐呢 总冠军自然是重要 但是他还是更想要让自己在联盟当中 扬名立万 就是说我得先做到个人的追求 然后总冠军这方面放到后来 那一年纪六 汤神呢 说实话 就是任何一个球员呢 当你看到一五一六 勇士打出的比赛之后 你都难免产生 心知向往的 这种直观感受 谁不想在勇士对销里 哪怕你是成名球形 真说也会内心当中会想象思考一下 如果我身处勇士这么一个开阔理想的投射环境 那对于我的单打呀 对于我的比赛表现呢 肯定是一种助腿 尤其当时联盟呢 可以说主团缝气呢 几乎已经 未然成讽了 你包括零八时期凯文加特 由他亲手开启的巅峰组队的模式 之后呢 洛布朗詹姆斯为了对抗绿山军 也是掀起了一段组团之旅 到了迈阿密热火 后来回归克里夫兰奇事 同样是三巨头的格局 今种事呢 铁三角组合 靠着先进的打法呀 一位领军人物 划时代的技术特点呢 在联盟当中也是独树一致 所以那会儿呢 本身这个背景环境就是 主团呢已经未然成讽 更何方勇士队这种先进打法 任何一个NBA球员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间点上 难免被之欺隐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之前没有见过吗 这种先进的理念呢 而且是在师兄库里的主刀之下 把以往的想象 能够融入到现实当中了 非同反省 打破了公牛队 七十二胜的历史记录 所以任何一个球员 在说有机会 他内心当中多少都合计一反 在勇士队打球那番场景 会有多么美妙 杜兰特也不例外 例外指出就在于 杜兰特是把这个事 做到现实当中了 这个事是比较例外 当时杜兰特也是 情绪比较焦急 猛男呢 他是处在追逐扬明立万的过程当中 至于冠军呢 可能说 本身目标这块 差不多未见得 对于猛男来说是排到守卫的 杜兰特他可能说需求层次 相对更高一点 就个人证明这块 我早已厌倦 我想要总冠军了 比较急迫 再加上猛男跟他尿不到一个湖里 所以那会就做出了 加盟金正老师的决定 说实话 现在回忆 必大于利 这个绝对是必大于利 你让杜兰特再选择 他不会选择加盟金正老师 这是必大于利的 有收获 但后劲太重了 这后劲 五年已过 但如今在联盟当中 一谈到杜兰特 还是会有诸多调判 这一点怎么讲呢 反思属性 甚至让杜兰特心烦意乱 早些年杜兰特不是 后来就有性格 但是后来甚至就是 心绪都为之大改 这就是反思作用 再给一次机会 绝对不会干 那会儿也是各种机缘巧合 急共近利了 历史前五大前手 第五个本 排第一 排到第二 差不多就是自母拉多昆博 这就没有办法 因为历史大前方 说实话真正极其过硬 这个人不读 第五嫩肯 如果是放到中方堆里 当然他也相当硬 但是不至于说成为什么第一中方 甚至前伞呢 都有点困难 第五嫩肯 这这大前方 一直以来这个特别硬的少 第五嫩肯 为了第一 排到第二呢 那就是这个自母拉多昆博 因为自母拉多昆博 因为自母拉两届MVP 手里有老大冠举 人家也是母队夺冠 虽然说呢 韩锦亮比当年的这个诺伊斯基 一定是底 但人家俩MVP啊 而且韩锦亮低一点 我也有一个 对不对 你要说你俩的话 你压我 咱俩都是一个吗 个人奖项这方面 这方面我还有DPO外呢 几乎自母拉 就是个人奖项的大满贯 人家还有母队的一个 金光闪闪的总冠军界 所以他是为了第二 第三呢 就得排到这个 德克诺伊斯基了 老司机啊 在党代这么杂乱分整的年代里 攒获个MVP 率领球队呢 拿过一枚历史含金量 最高的总冠军 所以四季是未来第三 排到第四呢 历史上还有谁呢 排到第四 排到第四就卡尔玛龙 因为两届MVP得主 早些年呢 与迈克尔乔丹 同时代相遇 双方也进行了一番激烈思想 说实话 有的系列赛呢 就差那么几个关键回合 你比如当时98年呢 被对手致命一断 葬送了整主系列赛 要不然是绝对有机会的 因为那会儿 爵士还拥有主场优势呢 真说打抢击 回归主场 由他也是魔鬼主场 所以卡尔玛龙呢 你也不能低估 毕竟是两届MVP得主 无奈就是没有冠冠军界的 只有一条锤走道 这个差点 排到第五呢 凯文贾埃特 贾埃特是两手都用 但是MVP数量稍微短了点 而且他这个冠军层次呢 相对来说也差一些 所以凯文贾埃特排到第五吧 比卡尔玛龙我感觉多少呢 会有一丝欠缺吧 他这个冠军 他有冠军 他这玩意怎么判断呢 这玩意不好判断呢 卡尔玛龙 不太有判断 卡尔玛龙你要说比诺维斯基高 就绝对夸张 卡尔玛龙吧 那基本上就是 我感觉贾埃特呢 排到第五吧 老前辈尊重一下 再者就是贾埃特 他是主怎么讲 他这个冠军 贾埃特有冠军 但是他MVP短一个 他整体影响力 我比马龙我感觉差点 贾埃特排到第五吧 他这个也是 但是他是老二冠军 说的话 你这种级别的高手当中 老大冠军所画 是不是说这样 凯文贾埃特排到第五 因为他那个冠军呢 不是真正的老大冠军 那个波尔斯顿卡尔特人呢 是皮尔斯的球队 所以考虑到你这个冠军 仅是老二冠军 有一个MVP 比卡尔玛龙的个人荣誉层次 明显低 那就没有办法 还是加一特第五吧 其他就没了 至于说什么 那个早些年 鲍伯佩提特之类 太久远 50年代 那个MVP 有多少环节量呢 他是拿了两MVP 但是50年代 你合到现在 也就算一个 冠军之类的 不太值钱吧 早些年 这个密尔沃基雄鲁 鲍伯佩提特 哎呀 密尔沃基雄鲁 那这么算的话 他之前 还有个总冠军的 那 这个 至乎拉多昆伯 他拿的不是 不对 鲍伯佩提特说 老赢的 当时密尔沃基老赢 所以他不一样 他这玩意 你说怎么说 密尔沃基老赢 他说 鲍伯佩提特是 密尔沃基老赢 他你说 他到底算哪的 在密尔沃基 有一定的影响力 巴克利不行 那比这几个 谁比不了 他就一个MVP 这个团队成绩也没有 那比这几个比不了 大前锋也就这些人了 再挑挑不出来了 保罗加说之类的 跟这几位比的话 资格不太够 保罗加说 天楼甲伯 他都中方 天楼甲伯 只是瘦6的身形 看起来好像说 是个大浅 十字张是中方 身高达到了 两米一八还一六 也是一个 举我烧铁类型的 达尔沃哥的球员 绝对中方 早些年呢 他是中方 雄鹿不就 甲伯之前拿过冠军 对 雄鹿之前甲伯拿过 之前天高甲伯 他和这个 当时的大沃奥 奥斯卡罗格尔沙 携手拿过一个总冠军 在自个人之前 但是真说 至于雄鹿对内的 对死意义的来讲 甲伯尔他不如 这个志武哥 志武哥两个MVP 一个总冠军 说实话在当代呢 这个含金量 要比当年更加十足 并且效力年头 也不一样 甲伯尔 我要是没记错 他是75年 还74年 就转会到洛杉矶湖人了 75年 不对 75到76赛季去的 也就是说 他在湖人队 正八九打了15年 在秘柔基熊鹿呢 就打了满打满算 六七年左右 这个时间太短 志武现在已经打八年了 所以就是效力年头啊 各个方面 他都不太一样 而且甲伯尔在湖人队前期那会儿呢 拿了好几个MVP 在熊鹿时期 应该我没记错 是三个MVP 真说打个对折 剩1.5 不太够 冠军也就一个 皮鹏小先生 蓝网胡人哪厉害 蓝网胡人 这个蓝网和胡人 他两面说 目前略战有势的是蓝网队 因为蓝网队除了核心三巨头以外呢 还有乔哈里斯 这是一个重磅资产 或者是刘队自己用 因为这个也挺好用 乔哈里斯作为三巨头之外 一个极其精准的远色点位 甚至仅就这一项属性来讲 压盖另外三巨头的火力 再说往场上一摆啊 蓝网队就能化身为 绝对无解的进攻阵线 是任何球队难以招架 只要说三巨头聚在 配合乔哈 无解进攻 这这么一套版底 如果感觉呢 有必要在攻守两端 适当调整 拉一下平衡的话 动用乔哈里斯 能够换回的防守资产规模 绝对不会简单 也一定是联盟当中 防守大杂级别 要不然你不够资格 换乔哈里斯 乔哈这种非常值钱 类似于你像邓肯罗比逊呢 也相当值钱 乔哈起码体格这块啊 比邓肯罗比逊 多少还强点 这是狼友队的有势 接下来有变化的可能性 他还有后手可以用 实在不行 我就调转车头 开向另一个方向 忽然呢 目前就是比较棘手 护盾塔克下赛机 你要说给他几块呢 那么就压缩了其他更加合理 拥有更长登场时间球员的比赛机会 这个不利于球队真正说打出凝聚力 因为队内应该有一个真正说客观共证的 实践的分配标准 你不能说任人为情 你也不能说任人为情 就是你年纪轻点啊 我就给你机会 一般的球队可以 正观球队不能这么用 那上了老将的心 这帮老将自尊之心也非常强 你要说年纪轻轻 队内有个贾门 贾莫兰特 队内有个这个杰隆格林 那无所谓 我也就忍了 我岁数挺大 呀 这种超级新型的比赛时间 可能说自己内心当中都感觉颇为不妥 甚至就正观角度呢 他们的巨大成长性 一旦成长起来 整个球队如虎添翼 那这个老将也会使大体 为团队做出牺牲 那你要说 胡人队这一个老将 为了一个霍顿塔克 我牺牲出场世界 区区一个二本秀 说实话 那这就是容易扰乱 对那原本积极的比赛情绪了 谁都不干预 给一个霍顿塔克这个打下手 所以这是胡人队的 纠结之处 你要是不重用他呢 按照正常的实力划分 以及兼容性排序呢 排到第十二位附近 那就完了 一千万养赖把那行 长期看守饮水机 那就毫无交易可能了 基本上那就是 胡人队相当于养上个垃圾核 在正观的体系之内 那接下来就算说胡人队发掘 这么一套阵容呢 有一定短板 也无力下倒了 无从改变 所以目前这是胡人队 暂时的隐患 暂时的隐患 当然胡人队其实 如果打得比较顺利的话 不用霍顿塔克也不是不行 其实这个纳恩呢 真说硬实力的话 他跟这个乔哈里斯谁强呢 纳恩和乔哈里斯 你说他俩硬实力谁强 真说打到技术赛 谁更加好用一点呢 谁更加好用一点 纳恩攻守两端多少能减据 乔哈里斯防守是个绝对落手 乔哈里斯 还是乔哈猛点 因为他这个进攻实在比较凶寒 还是乔哈猛点 反正胡人这纳恩顶一个乔哈呢 顶起来有点困的 乔哈如何不停 这个不是什么这个恨塔克之类的 塔克说实话现在算是打出来了 就不像之前那会儿这个处在风雨飘摇当中 未来到底能不能混成一口饭呢 都尚且值得上去 当下已经领了大合同了 这还不值得同情了 现在塔克你别一能以一个什么眼光呢 就是啊 一个小年轻人啊 岁数挺小的 未来还挺有发展情绪 你对他这么可可 他领千万年心了 说实话你要说你领的底薪 对你宽容点可以 领千万年心了 你还有这个宽容的理由呢 尤其考虑到胡人正冠球队心金这么紧张 给霍顿塔克一个千万年心 这原本他就是有问题 尤其这个兼容属性 这样说换不出去的话 这就是个累赘 一千万薪水胡人队能干多少事 你要了解 正冠球队恨不得迷你中场拆开来用 590万我要拆成两份285万这么用 所以你给霍顿塔克一个千万年心 相当于呢 丧死了引进两到三个 优秀记载力的可能 你这个呢 你当然是亏了 所以霍顿塔克现在领的 这千万年心 你调整眼光了 说实话 看新赛季 他打出什么样的表现 非常有可能 那就成为一个高薪低能的代表人物 千万合同 千万合同说实话 要是一千万左右 刘斯罗德战斗力角度 我认为要比那个刘霍顿塔克 都要更加理性 千万级别 你说你说斯马特这样 他领多钱 没领多钱吗 朗卓鲍尔才领多钱 朗卓鲍尔 王顺美基说应该是领的一千八百万年心吧 不到两千万 说的朗卓鲍尔 这回的朗卓鲍尔签的应该是四年 七千二 说是四年七千二 合到一年一千八百万 不算太多 朗卓鲍尔才一年一千八 霍顿塔克一年一千 朗卓鲍尔更有发展前途 朗卓鲍尔新秀托马斯 下世纪朗卓鲍尔老道 农媒数据啊 农媒现在交易价值怎么样 交易 你说交易那是肯定那是谁都想要啊 目前别说别的 就是胡人队正式把农媒 扔到这个货架的话 朗卓鲍尔都会有兴趣 那绝对有兴趣 那农媒哥多大的心理 他要啥有啥 人家已经拿过总冠军了 有经验了 如果说摆在朗卓鲍尔面前 那是农媒的诱惑的话 那别说凯特文 说他欧文和乔哈打包 这俩哥一块 胡人不会换 因为就你俩这样的 换农媒 胡人感觉亏了 因为欧文他没有什么带队能力吗 乔哈呢 一个角色就说 你居然说有秀 我动用的可是农媒哥 那这个也是亏的 甚至有可能整个换法的 如果哈等愿意 先续约一份这个更长年线的合同 方便这个胡人队锁定哈等未来的话 那么兰网队有可能愿意出哈等家 乔哈利斯 最终形成兰网队的剩余股价 就是欧文多伦特在家农美 甚至兰网队有可能愿意这么干 你说这么干完了之后 胡人队是亏是转的 胡人队还是转 因为哈等就是年龄大 如果哈等在年轻两岁 毫无疑问 那胡人队不需要犹豫 换了也是转 但现在哈等就是年岁建长 这点这个差点 农美各毕竟年轻 至于说上病也患 哈等以往特别健康 但是自从上赛季 常规赛季后赛 屡屡出现大腿拉伤之后 哈等的体格 似乎也开始让人心生意斗 所以如果是患的话 现阶段 哪怕是哈等家乔哈 胡人队都多少感觉 有点不情愿 农美代表未来 年纪清醒 人家已经夺得了冠军了 要啥要啥 所以你要说出农美的话 那几乎联盟当中除了 志姆拉多的昆博 超新星里的特雷扬 德文布克 再加一个卢卡东奇 杰森塔洞 这几人换不了 其他基本上得谁换谁 就几乎没有非卖品了 乔尔恩比德或许都存在探讨的一定可能性 因为这个是存在探讨一定可能性的 恩比德也是个玻璃眼儿 你也别瞧不起农美 甚至恩比德比农美更加玻璃 约基奇也换不了 约基奇应该也换不了 但是存在探讨可能性 说了话 约基奇 基督赛也就这样 他这样的 这说领军的话 上线非常有限 如果是农美搭配这个加门木雷 那不一定咋回事 农美金非西比 不要总是拿老眼光看农美 他也金非西比 这是农美 那你送他的话 那得谁换谁 目前是蓝网队 詹姆斯哈等交易价值 不像之前那么高了 交易价值不像之前那么高了 很多球队对于哈等就进一步管 因为上次级基督赛当中 他也没怎么倒 打的场次太少 常规赛也是总受赏 没有办法 体格熬坏了 哈等长期贫赏 长期整战 这些年也没怎么洗 说的话 在某种程度而言 哈等去年之所以赏 一方面是因为来了之后 就众人在见 没有想到 原本以为我在火箭呢 打的工作 这已经是够累的了 自己一个人独立支撑 但是没有想到 来到蓝网之后 自己身扛的压力更大 因为在蓝网队 这支球队被外界审视的程度 要比之前在火箭 更高一个级别 火箭队尤其是克里斯保罗 被交易 猛男也离队之后 外界对于火箭队的要求 肯定是降底了 常规赛打一打 战绩一般也可以接受 但是蓝网呢 压力更大 再者一点 杜兰特常规赛 经常高挂门战牌 凯罗文呢 也经常无故请假 所以那会儿他等身扛中哑 受不了了 就是自己哪怕体格再好 这么用我呀 简直不拿我当人呢 我还是个超级明星的 干的比蓝人苦力都累 那就没有办法 后来就大腿出现了拉扫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因 还有一个优因是什么呢 说实话联帅当中你仔细看啊 之前那会儿 我们称联盟当中的几大顶级高手 张库杜哈这四人 前三个都出现上边了 詹姆斯是2019赛季 复古勃拉赏 高挂冕战牌 那一年几乎就没怎么正经打 斯东库里呢 也遭遇骨折尝试 凯文多兰特呢 跟剑断裂 说实话就这四大高手 因为之前长期在最顶级舞台 针锋向队 巨大的消耗 詹姆斯哈等这些年也没怎么正经写 常规赛几乎全起 季后赛也是硬扛诸多高手 甚至屡屡是双前 敌对方四到六手 詹姆斯哈等 所以也是积劳成吉 为什么今年上了 他属于是 你不能说是报应 但是这个上定的后劲 侵袭过来算是晚的了 另外那哥啥早就上了 他是2021年 当下的中亚 在家以往的积累 集中爆发了 上了一把 说说哈等你还得配复 这个铁人数字 要不能说他这点 就比詹姆斯甚至还要更近一步的 他一个是把这个时间脱后了 他是最后一个出现上定的 再有一点呢 他出现的上定也是最轻的 仅仅是腿不拉爽 你其他那哥几个 基本接近于中等 或者说中等以上上定 只有哈等上市是最轻的 所以去年其实 兰网率你仔细一考虑 也不算太过遗憾 因为这玩意也是时间积累 符合生物的客观规律 哈等也是积劳成吉 张库杜哈一个也没饶过 就都上了 就这些年没有办法 甚至这哥几个 你其实满打满算 仔细一看啊 都休息了挺长时间 斯丁库里 差不多2019年 整个一年没怎么打 整个一年没打 20到21赛季 确实是打过来了 斯丁库里 斯丁库里是差不多 满打满算休了一年 勒布朗詹姆斯呢 就这两个赛季 一个19一个21 也算是怎么讲呢 加一块 写了差不多一年多 就一个赛季组 坎杜兰特你的修养 差不多一年半 这就是没有办法 长期顶级高手 经常在最高级别 舞台争斗 难免体能透支 身体这块过度的消耗 因为这个运动员呢 最顶级层次 甭管说你是从事什么种类 它都是一种严重消耗 这没有办法 要我总是说之前 他有过正义的 包括这个全红产 做的叫全红产 就像这个有些运动项目 他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参与都不高 你像这种运动项目 在如今这个时代 家里很少有这个 相对来说条件 比较还算过得去的 一般来讲就这样 说实话 家里但凡能吃成一口饱饭 就说我 你别说但凡吃成一口 但凡家里条件还能过得去 通常不把这个小孩 送去练专业体育 因为专业体育 跟这个职业体育 它多少还有点区别 职业体育 你踢职业各方面的 就业面裹 因为职业体育 什么叫职业体育 通常来讲市场号召力挺大 就是到哪你混一碗饭 你比如说我踢球的 不行我当个小区的附近 我开个班之类的 当然现在不允许了 谁到体育不允许 本来不太了解 你这个就业面裹 专业体育 你真是你 没打上去下来 你啥也干不了了 没有市场 我练跳水的 哪有用的 你这游泳管 我过过跳水就要练 没有游泳管干这个 因为太大危险了 生活当中差与都底 因此你就是家里特别困难 愿意从事这 女子举重更是非常典型 一般来说女子举重 也是家里条件好的 几乎没有 家里条件好的 乒乓球不一定 乒乓球是家里条件 那不一定 因为乒乓球 女子本身参与其中 跟女子本身魅力 两者之间不相冲突 打乒乓球里有 有的是 你比如说这个 星科奥运胆打冠军 即将有可能最快速度 拿下大网罐的 陈梦 她的黄晓明 唐妹吧 表妹还唐妹 我也忘了 反正她俩是有亲戚 表妹 应该是表妹 黄晓明表妹 他俩姓不一样 表妹 这个家庭看来也挺好 家庭 台球的也相对来说 他这个 台球具体 顶居回 其实人家里最早那会儿 也不是接不开过 人家都送到国外去打球 也不是接不开过 当然比较冒险 乔哈 换 特纳 朗网队完美 我之前感觉 乔哈 就是 真说 令飞教义的话 最合理的一个目标 就是换特纳 因为现在 朗网队 他就是 一是补强防守 二是补强内线 而两者结合 最完美的 就是麦尔斯特纳 并且他还有空间能力 就哪也不取 这是一个完美的选项 对于蓝网而言 所以说 继续留着乔哈 进攻端 锦上天花 让蓝网队 说实话 蓝网队不需要别的 其他哪怕都是NBDL 但只要说 核心三巨头 斗箭坎的话 这就是联盟当中 无出其右的 进攻第一强队 因为这哥 啥都是 每个点都有 十足的发起能力 单打角度 单独领出来 各顶各 联盟甚至前五里 他们啥都 稳居前三 你就这种级别 单打呀 前五里边 拎出来 他啥都能被列其中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刘乔哈呢 相当于 实际上蓝网队 原本就是 99分的进攻 变成了99.5 多了0.5 有多大意义 这种 或许有意义 但是我感觉 意义是非常有限 应该补强 那是防守 乔哈里是换着去 换谁呢 换本西蒙斯 你换不动 换本西蒙斯 那就是大道阔府 进行改变 你得动欧文了 但是动欧文 是值得赏却的 因为欧文毕竟是巨头 人家单打 领出来也是极具威胁 你要做动欧文 这个不是第一选择 第一选择 就是动乔哈 动乔哈换谁 既能防守 又能拉开空间 与此同时 又能够让蓝网队 补强内线 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马尔斯特纳 而且在步行者队呢 特纳他也是 位置摇摇晃晃 他跟队内的 萨伯尼斯两者 兼容起来 效果不假 萨伯尼斯是步行者队 已经确立为 队内领袖的 这么一个人物了 那所以呢 步行者也想要 试探一下 这个特纳往外送一送 乔哈对于步行者来讲 也是一大补充 乔哈 所以跟步行者 换特纳 这对于老友来说 我认为的 只要做了这番交易 健康情况之下 蓝网几乎啊 那就能够完全做到领先 另外那两大劲敌 就整冠概率这块 他是第一体队 另外那哥俩 就跟他很难 齐头兵驾了 就蓝网只要做出这番交易 如果不做 留着乔哈 原本人马继续从 那顶多是三足顶利 就不是一家独的 这特纳有用 又能远射 有篮 又是个内线 多好用 蓝网队 所欠缺的 几大关键性角色 他都能够 三合一的球远 他属于是 这个格里芬呢 他其实 篮也没有 这个特纳主 防守呢 不是个汉将 至于说什么 这个是个内线 这一点 他确实是个内线 但也是个矮个内线 没有互缺努力 蓝网现在 其实也缺少一个 就是能够扮演 首发中方的职责 同时能坚决互缺 要不然被对方 突成伞子嘛 之前打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往里突 这个突的 蓝网都挺难受 更方打更强的球队呢 被对方一个劲往里突 你也不太好受 格里芬这不行 他牵的底细 你看不看到格里芬呢 说了格里芬 弄到自由市场之上 外界给他的待遇和认可 明显也不高 像这种球形呢 已经打没了球形行情了 再想签大合同就困难 通常也就签个迷你中产 格里芬适当 牺牲了一定的薪水 签了一份底细 米尔斯怎么样 这米尔斯更是如此了 狼耳队都引进米尔斯了 你说有没有必要 继续留着乔哈 米尔斯其实三分准行 也挺准的 而且基尔赛向来以大心脏注册 甚至有时候呢 还能投个绝杀之类的 你这样的比乔哈呢 其实更好用 你就是把乔哈扣掉 米尔斯往场上一摆 他也能够做到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拥有单打级别的威胁 米尔斯 尤其借助掩护之后嘛 所以米尔斯你都引进了 就进步进一步步墙了 那么就有什么意义呢 这会就应该把乔哈扣掉 差不多男友对我判断 包括今年的选秀 一开始出现的苗头 引进的都是进攻行求人 基本上就是要放弃乔哈了 进行一番教义了 其他目标差不多就是不太好 不太好定位 定位在步行者的特纳顺上 这是最合理的 格兰特换回来 你说这个活塞队的格兰特呀 活塞队的格兰特 是目前换不回来 格兰特他是个奉献 而且是3D属性 说实话格兰特这样的呢 也不怎么抢戏份 远射准性也够 还能防守 这样的你换乔哈 这个换不了 格兰特自己 他已经打出场军20架了 他这样的基本能扮演一个 二三当家的角色 比乔哈的整体定位要高 如果兰娃想用这个 乔哈放格兰特呢 那就得配合上选秀权 才有可能打动这个活塞 因为活塞需要选秀权 但兰娃对手里 没什么选秀权 这就是对那 有限的几个年轻人 说实话这几个 都没什么十足前途 活塞也看不上 加上小乔满倒 小乔满没有要了 现在都 你看联盟当中 还哪有球队 对小乔满感性 这已经过时了 移动速度呢 积飞积笔 并且比赛的这种 积极态度呢 似乎说也不如当初了 这就是小乔满 他跟谁多少有点借劲 跟那一把卡有点借劲 那之前那会儿都有名望 但是如今这放到场上 几乎主教练都不敢用了 包括这个探路也是 就在打的那么激烈焦灼 不敢用这个一把卡了 瞧瞧他一样 他这上不值钱了 如果留了 那顶得就是出于 对核心这几人组 这个蓝网对崛起之处的 关键人马的一种基本尊重 维持一个对内环境的稳定 留他要不然没啥用 哥兰特区凯尔特人 哥兰特 你说这个活塞队 格兰特去卡尔特人 卡尔特人拿谁换呢 卡尔特人目前 正中当中是积累了 一匹这个 相对来说顺利不散太底 差不多是在首轮前15附近 你比如说 朗弗德呀 什么普里查德呀 再有内史密史呀 但是这几个呢 都没什么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就他们多少都有两下的 上赛季在绿军呢 也不是完全混饭的 多少呢 在某一个功能性领域 还有点价值 但是你靠这个球员 换哥兰特 这是不现实的 而且由此呢 也能够看出 就绿三军这些年呢 之前极小身伪 甭管说引进谁 选就全始终不愿意往外送 说实话 这么扣扣手手的 最终你看你选中的这几个 甚至别说别的 包括这个格维和罗维在内 甚至包括他俩 没有一个 购得上球队 未来发展 起码是三合之一的 这种级别 没有一个购得上 有的时候呢 最近五年 卡尔特人 抠抠手手 斩了这么些选用权 都留为己用了 没有换来一个 真正有价值的球员 就这种当中 现有这几个 令到这种市场 交易行情都有限 而且这种同等级别的运动员 市场之上有的是 随便挑起来 也就是这个 罗维呢 相对打出的能量高点 但也没高到哪去 他现在是空有避展和缝盖 其他方面还是一个 仆域 需要雕琢 并且他就是 未来发展的再好 他也不可能成为什么 联盟当中的球形 距离这个还是非常远 因此相比较于 卡尔特人 为了保留住 手中这几个选用权 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错过的一个又一个 优质的交易方案 这绝对是不划算的 现在的绿菌呢 就是靠着核心几人组的 合同红利 再给他应成 合同红利 你比如塔通母啊 三千来万的薪水 刚刚签完续学合同了 签到了2025年 24到25赛季有权选项 起码还能用个 三年吗 不对 他是25到26赛季有权选项 起码还能用四年 塔通母起码还能用四年 三千万一年的薪水 还能用四年 杰伦布朗呢 两千万一年的薪水 还能用 三年 他是到2023年到齐 2024年到齐 对杰伦布朗是到2024年 哎呀 这个卡尔特人这个合同红利 起确实是挺诱人 这帮人啊 合同都不贵 包括这斯马特 他也不是那么贵 一千八百来万 也不是特别夸张 一千八九百万呢 没到两千万 尤其他这是属于是 人生当中 或者说职业修员呢 最划算的一个年龄阶段 就往往这个年龄阶段 是球队通常不惜代价的 就多少给你有点溢价 也是可以忍 因为这是最黄金的一段年龄 对于斯马特来讲 忽然能不能抢一下班宝呀 不要提班宝了 这班宝这个球阶段 之前传了好长时间了 而且之前在这个魔术队啊 包括他比赛场上 真实贡献能量 相当一百 之前魔术队 是不是在打了 打了副下赛呢 我也忘了 反正表现不好 魔术队口没打副下赛 但这个班宝是已经过时的一个球阶 没啥太大意义 踢他 你没什么用 忽然蓝宝先救托马斯 托马斯之前就是投入那个绝杀回合 但是这年轻人呢 一是看天赋 看潜力 二是看球队当中 对他是否需要 目前蓝宝队最需要的是防守力量 进攻端早已能量异出 所以我判断下赛季甚至有可能呢 让类伍会大量的选择下放这个新人头脑 这说留在队内的话 作用有限 就在场上能够扮演的角色 确实是比较 矮话 那你如果说没有机会培养你 倒不是说 就是把你先下放 你在低级联盟练一练 非常有可能 所以暂时没有什么发挥余地 下级联赛 这个比赛本身含着两有限 你要说绝杀绝评之类的 这玩意就一走一过吧 过了这个几天之后就没人再想得起来了 低级别比赛 其有人西蒙寺 大地续了 其有人接下来这个西蒙寺 我就纳闷 这个之前勇士队 包括管理层 一直在犹豫的就是 格林能不能跟本西蒙寺兼容 这个事儿 犹豫的有点邪门 你既然说要是看好本西蒙寺的话 那你一定是以格林为主要城码 换本西蒙寺 要不然你还想动谁呢 你动不了其他人 你只能以格林为主要资产 去撬动 或者说进行一番三双脚异 你换其他人 而且你他俩放在一块 明显是无法兼容的 这都不用合计 俩人就光有放手 但进攻的一个空间能力都没有 并且他俩呢 严重冲突 都属于持球在手拥有 比较大的威胁 无球状态指向 就是球队雷队 你要说这是把他俩搭配到一块 你让本西蒙寺打替补 还是让格林打替补 他俩谁打替补 都是一种浪费 他俩本身这种球员特点 也不适合打替补 因为替补要求的更多 还是金工短的爆发力 他俩都不适合打替补 打手法呢 这个俩人无法兼容 所以本西蒙寺引进 跟格林搭不到一块去 所以你要是既然是对本西蒙寺感兴趣 那一定得是交易格林 为主要的整体框架法案 交易格林呢 为什么对格林这么看好 始终非得要留住呢 换本西蒙寺绝对值得 用格林为大家换本西蒙寺 甚至可以考虑什么 酷鸣家木迪 这俩你挑一个 我搭配格林 如果秦始林乐意的话 搭配网络送都可以 因为你跟上有目的 他有点懒 但这有趣 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说成熟成长 这都尚且未知 谁知道呢 那今后这个变数躲了去了 你看没看到 胡人队蒙克呀 他进入院别顺位不敌 实以顺位 而且人家本身有懒 但你看现在混多产 已经领底薪了 这年年都有 高顺略性 更何况你顺位没有那么高呢 这个水掉的太多了 所以如果为了本西蒙寺 除了格林以外 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年轻人 这都值得 本西蒙寺挺强 如果本西蒙寺来 你再搭配上这个 库里汤姆斯 以及奥托伯特 那这就是更有想象力 本西蒙寺呢 就不打一号位了 因为你这会儿 你再打一号位 库里算几号位呢 那你就不打一号位了 这会儿本西蒙寺 就直接借替格林的板 打一个四号位 那就彻底转化成四号位 我感觉挺适合 这个本西蒙寺的发展的 因为四十检验证明 志姆哥蹚出来一条道 四号位没篮呢 不是不行 多少还能生存 没篮呢 哪怕罚球也不准 我也当然可以 四号位 尤其本西蒙寺 他的支配能力 比志姆哥还要更强 所以他认定自己 未来的方向是四号位 在勇士对角色更加清晰 也不见得都是坏处 有一定好处 对他个人发展 搭配水花兄弟 那就是 打的我感觉 这个可以想象 围巾是换西蒙寺 那你说之前 就是勇士队想要探讨 这围巾是换西蒙寺 那勇士队真说 想要这么固住一致 那乐意花钱的话 那谁也管不了 用围巾是换西蒙寺 那就意味着 不打算降税了 这一年硬扛1.8亿 其他的边缴料稍微省一省 能最终压缩到1.5亿附近 这是有可能的 那你打算硬扛的话 那其他人也管不了 那就基本跟蓝网 已经快船对比好了 因为勇士队加来 还有一定的可能性 稍微降一降薪水 本西蒙寺领的合同 那就是 勇士队还得搭点东西 争取适当降一降 薪水控制到 奢侈罪较1.5亿附近 跟这个蓝网和快船 基本拉平 多了三千万左右 那就是硬扛了 但是硬扛也不在理想 你格林跟西蒙寺 他俩不会特别兼容 将来还得有后续较义 那你后续较义 那就靠格林换谁了 反正留着格林是不太行 留着格林的 实在不行 如果说不行者有义 换麦尔森特达 可以这么考虑 如果实在不行 换麦尔森特达 用格林 这是另一条死路了 汤尔森夫处能不能顶一个乔哈的 汤尔森夫处 我感觉目前汤尔森他回归之后 健康 或者说 汤尔森回归之后 他的想象力上下 差不多就是乔哈里斯 你要说 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 已经让人感觉非常惊喜 因为毕竟他这个双膝都出现重伤 一个是耿剑 再有一个实质认态 就是说汤尔森的横移速度 几乎完全丢死了 没有办法 他这个情况比卡恩德兰森特 要更加棘手 更何况呢 汤尔森原本呢 他就是三地属性 这点跟德兰森还多少有点区别 而且德兰森身高必然呢 这种优势 对于他的进攻段的影响更小 对于汤尔森的进攻段支援 也明显更大 所以汤尔森回归之后 能恢复到乔华程度 这就已经是最极致的一种乐观想象了 再更强呢 这不太现实了 比乔华再低端一点呢 那就差不多能够变成谁呢 贝尔坦斯 差不多也就这种程度啊 贝尔坦斯这种程度 如果再低端一点呢 那就是成为 目前封线位置上多少有点难 你要说一举变成这个 扎姆斯恩尼斯呢 恩尼斯 那有点点得太狠了 希望能差不多打出乔哈级别吧 打出乔哈级别 我感觉就是可以了 乔哈薪水也基本上 够得上两条弹附近 那汤尔森这份活动 就不是那么特别垃圾了 希望能打成乔哈 你要说完全指望汤尔森恢复身手 当打之年那种水平 真是不现实的 因为有时候你得十四九字 他是双膝都出现上边 如果说早些年仅仅是十字认带 那你甚至可以想象 汤尔森重新恢复 完全体级别的身手 那都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双膝都上边 那就不可能了 理性判断不限制 乔哈能打成这样 这就不错了 乔哈没防愁 没防愁 他起码体格健康 而且比汤尔森年轻 汤尔森如今已经是三十岁了 回复等到下赛一季打到后期 就已经接近三十亿了 汤尔森本身年龄也上涨了 二十九到三十亿 这个最黄金的一段年龄 没有看到 说实话汤尔森如果一直维持健康 他有可能向上更试探一步 汤尔森就当时那个发展趋势来判断 说实话打总决赛 汤尔森一点是没有怯场的这种感觉 虽然说他用控能力没有那么强 那实质上汤尔森 他就在水花兄弟这种铁三角格局之下 就是没有坎德兰特的格局之下 他打出的比赛能量 一点不适合于凯若文 有所可见 就是2019年总决赛 汤尔森的比赛风采 已经差不多 就是接近2016年凯若文了 甚至可以他俩直接划斗 因为汤尔森还有防守呢 防守段人家还能上去扛这个 卡维朗纳德呢 结合攻防的话 汤尔森你要说比凯若文还多少压 那么一点都有一定可能性 这是当年的汤尔森 2019年仰看自己逐渐不顾峰期 本身的用控能力 以及中距离直接被审要为单打的能力 都在紧急 那会动辄起来就爆扣 当时由此可见 汤尔森对于自己的要求 那种心气也达到了高点 如果一直维持江港呢 经历19-20以及20-20以赛季 这两年的关键成长 28-30这两年没有荒废 难以想象 那届次汤尔森有可能触及到什么样的 级别高度呢 汤尔森那在联盟当中 非常有可能 接近保罗乔治 无限接近保罗乔治 那就剩八九是一个 二当家的超级明星 在二当家领域 基本算超级明星 无限接近保罗乔治 因为你要说超越乔治 乔治你看没看到 人家单独领军颇有实力 超越乔治我认为夸张 无限接近保罗乔治 有可能 打成了那那个 这是不现实 你要说人人都打成莱亚纳德 这是不可能的 无限接近保罗乔治 G6场 雷霆勇士 我感觉这个 汤尔森打猛龙 那一场G5 不得G6 也是G6 当时仅仅是打了不到身体 汤尔森砍下三十一分 而且高执高笑 当时完全无法阻拦 汤尔森这个球员 要不怎么说 让球迷感觉非常可爱呢 就他这个球员是 越是到了要劲的时候 他就是越准 并且呢 无视防御 有这种这个属性 这就不像说乔哈里斯 你看不看到乔哈里斯 真说这个 他 就是不是投大空位的话 尤其这个比赛 一定说打得非常激烈 一个是心态受到干扰 再有一点呢 他对于出手的空间条件 也比较可可 经常投不准 汤尔森呢 是完全这个 面对重重防守压力 也是能够无视防御 手型不变 稳稳命中 那会儿G6呢 现在G有险 当时猛龙队赛前 就已经铺天盖地的 从媒体当中得止 据说这一场 汤尔森要爆发 因为按照他以往的尿性 这一场比赛一定是属于他 所以开局之后 立即就是不重兵防守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汤尔森的无球跑动 吸引的欠制力 在某些回合高于石中库里了 就是对方了解 就这场比赛 勇士队一定是极尽可能 给汤尔森做球的 结果还是拦不住 当时就把这个拉纳德 你看拉纳德 一般来讲很少受到警察 但是那一场G6 勇士和猛龙关键战役呢 拉纳德多少有点麻了 就是感觉这玩意 有容易反呢 就汤尔森这种竞技状态 没有想到 勇士倒了一个克莱汤 倒了一个卡文多兰特之后 还这么生猛 汤尔森简直是无法阻挡 那一场比赛又在 勇士队主场 当时第三节 正是因为汤尔森的 连续追凡 已经反朝比分了 势头已经握在 勇士队手里 真是打抢击 那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烧 那种包括拉纳德在内 眼神都有点变了 这就是汤尔森的可怕之处 越是关键时刻 他越准 面对重重防守压力 按照规律 只要说我该爆发了 那么这个规律 轻易不会被打破 汤尔森的可怕之处 所以巅峰森汤尔森的 不是乔哈里斯 这种这个 求人能够相提并论的 特里斯和汤尔森去胡人呢 这詹姆斯就是网络自己 以往的旧城呢 都往胡人队划了 没啥用 特里斯和汤尔森 这个目前胡人队内线 其实有不少人了 如果说农美 他愿意更多时间出任 五号位的话 现在主要的替补选项 已经两个超级大哥了 这个花德和这个小家说 这已经足引了 你继续引员呢 意义不大 而且胡人队档下 这个阵容本身就比较拥挤了 在引汤尔森 没啥太大意思 汤尔森也未见得愿意来 胡人他本身需要 更多需要空间型内线 你要说没有空间能力 有花德一个够了 更多需要空间型内线 汤尔森也不是特别适合 这支这个骑士队 卡佩拉这样的 尚且跟猛男 搭配起来都不算介入 根本放汤尔森这样的 要的也没用 现在哪个队伍比较需要汤尔森的 蓝网这样的 蓝网说的话 这是有机会能引进汤尔森的话 说不定给一份迷你中场 我感觉都多少值得一品 就引进汤尔森 如果说他要的话 要这份 但是现在已经没了 迷你中场给了米尔斯 蓝网其实汤尔森应该可以尝试 他有救赛经验 而且掩护挺慈善 现在这个比赛呀 无论是场上的积极性啊 场下发表言论的都非常正确 他跟凯如文关系又没有魄力 他俩一直以来交情维持得不错 所以引进特里山汤尔森 对蓝网来说 是个挺好的选择 蓝网搞了格林呢 那意思就是 现在这个蓝网也有幸福格林 德拉网德格林 蓝网如果引进德拉网德格林 那你看用谁换 用乔哈里斯换呢 乔哈里斯 这个就看这个 欺负人愿不愿意了 如果欺负人这是愿意要乔哈 那就是蓝网欺负人再加金总维持 三方交易 单独交易勇士队不会干的 那格林换个乔哈回来 防守体系崩溃 这是不行的 光有进攻了 张伯斯四冠六亚案 再多一亚历史地位 能不能超过邓肯呢 四冠六亚 再多一亚历史地位超过邓肯 这四冠的本身 那谁早已超过 张伯斯 他这四冠 你要说真说 细旧队内分量地位的话 当然 四冠跟这个 邓肯登肯基本持平 因为邓肯前四冠 那是绝对的队内老大 第五冠呢 也是队内老大 第五冠 因为当时队内趋平均 趋平均化 但你结合攻守和各方面 还是第五冠 第五冠 第五冠还是第五冠 下这一冠往熊路 抗河贼呀 暂时基本上 差不多 就这两队精准力 几乎可以说持平 但是你要说略为谁 站点上方 我隐隐当中呢 还是感觉 就蓝网队多少 有可能隐隐 站点上方 因为毕竟 在阵容当中 还有小孩 你只要说 阵容完全齐整 金工这块 蓝网队可能说 还是占点便宜 他接下来还是能改的 还有改的可能 多少还占点便宜 这个熊路队 毕竟少了一个PT塔克 多少 你属于是流失了吗 核心这几个框架 尤其防手段 最主要的应对 蓝网队的防守力气和手段 你少了一个吗 下台地 迪文秦主 那就是等他复处 当然呢 这一下又填补 就来一个迪文秦主 但是他防外线 防坎杜兰特 就是人选 我感觉有点捉紧见脑 不太好选择 目前谁上呢 自五个上 那就只能让自五个上 反正这个熊路队 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血路 靠这个核心往上 但基本上是 算是齐头并肩 暂时基本上算是 同一档的 算是同一档的 谁赢谁输 就往上看现场发挥吧 看是否出现意外吧 都保持健康 也基本上齐 差不多 谁也无法说 在兵齐推演阶段 就压对方一头 不是 熊路队绝对攻守 几点 熊路队 熊路队是进攻端 这三叉几 也不容小事了 三叉几 进攻端不比 进攻端肯定比朗瓢差 但是防守 原来应运了 而且进攻 你真说 这个成长性 高端肯定比朗瓢差 也不一定 再看吧 这俩球队非常接近 特莱昂硬死 力能进前死 基本够了 现在阶段 联盟 可以说 已经这个 联盟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迭代 老一房 有伤的有伤 能打的 还有一定实力 你比如说 现在拉个绑达 老大 志姆格 老二 凯文多兰特 老三 斯顿扩里 老四 乐布朗詹姆斯 老五 詹姆斯 哈登 哈登 哈登能不能轮到老五 差不多 我感觉差不多 哈登轮到老五 老六 保罗小智 老七 尼古拉约奇 老八是这个 悄然比格 老九 顿布克 老十呢 特雷昂吧 老十一路看东西 因为东西怎么讲呢 你技术上 你也不赢啊 问题是 你连续倒在守闻呢 这差点 因为超新 这一番当中 其他那哥几个 都往上窜了 你演原地排排 这差点 反正崩崩倒地吧 超新技术 这一帮眼 你说这特雷昂 反正前世 有点悬 就这么看 有点悬 也有不少竞争的 兰安德不有伤吗 他下世一有伤 这个就隐患 就比较重一点 谁知道能不能倒 大概率是 三月中旬能够鬼队 但是以兰安德 以往小伤大仰的 这种惯性 真说大伤呢 往往愿意 尽可能往后推 推到这个 彻底养好位置 考虑兰安德 以往的个性 和处理伤病的仿子 这个就死得呢 不一定了 那是拉拉拉德 他这个有隐患吗 因为他有伤在身 这就暂时先不讨论了 暂时拉拉德 所以目前判断 拉一个不太好排序 说说不太好排序 因为各有所长 你包括超新星 敦布格特雷扬 他们可能说 目前阶段 在体系当中 或说他们领军 这么一支 正处在颇有 战斗力的阶段的 一支队伍 还打出这金球赛表现 要更加理想 屡屡过关斩将 同一棋所欠缺 就是现在空有个人表现 那这个玩呢 就是看你怎么 以什么为依据花粉 但是各都 每个人排靠前点 都有理论依据 他们已经了 很难说彻底分出搞笑 这就不行 反正不太好排 现在不太好排 但是凯如文这样的 是基身前十五都困难了 凯如文的 农媒也肯定能 基身前列 不太好排 这种大名单 确实不太好排 那这个太细节了 那太细节 尤其下一支也没打 老大老二是固定的 自母跟老大 多兰特老二 这是基本固定的 下赛机预期 老三呢 斯东库里 差不多也可以 因为库里上赛机 本身基三 MVP榜前三 而且他不是说 七老八十 没有那么老 他跟多兰特同领 库里排到第三 也有可能 詹姆斯 为区距第四 因为年龄增长 区距第四 这往下不太好排 年纪型的也有 各位观众有型的时候可以尝一尝这个姜果啊 这个姜果 总共合到两块钱一袋 两块多钱一袋 一盒 一盒下来是69块钱 非常可爱 一斤半钟 好吃的 咖啥 我 古怪是杜兰特大王啊 这更多就是一种吹嘘了 如果你把杜兰特归了为下赛季大王 这要明显吹嘘 说实话你这个是不下当 你要说老二是多少呢 这个可以接受 因为什么打总决赛的德文伯克小年轻 你真说现在这段德文伯克就是联盟小王 谁也无法接受 你要说司征库里下赛季联盟小王呢 上赛季库里走的相对更早 那下赛季他可能说不稳定 野数要更多 而且库里身处的不是联盟当中的顶级球队 因此小王这个角色 杜兰特目前是颇有资格竞争 同时代的这几大剧情啊 包括哈当包括勒布朗·詹姆斯 张库都展这几个 真是说有绝对的争贯级别竞争力 哈当是队友 上赛季少了 而且本身在队内呢 角色地位 事实来讲最后就是没搞过杜兰特 比杜兰特低一点 詹姆斯上赛季 就在期间打的也不是很理解 所以这就导致 目前阶段你这说联盟大小王的话 杜兰特 他这个位子也不会太低 他就应该就是小王 你要说大王的话 这属于是明显这个吹捧 这吹捧呢 这太吹了 字母根上赛季打的这么硬 而且人家也是荣誉等身 几乎个人奖项当官 那凭什么在你之后 这就是不合理的 杜兰特除非登顶 来人登顶的话 那他就可以压住所有人来登顶了 没登顶倒在第二轮目前 只能说是老二 就小王是他 大王都不是他 字母没有三分能力排老大 那不重要啊 你要是没有这三分能力 你就包括这个奥尼尔 他没有运求能力的 那你说他是不是曾经 在量低人呢 那不也是吗 天高假扮啊 当然你说他没有三分 那是时代所限 但是这不同角色位子 他有不同的比赛要求嘛 你好像这个空球 我也失踪库里啊 他扣篮费劲的 对不对 那但是成几何时 不也当过联盟第一人吗 尤其一五到一六 那个阶段呢 也是十字名鬼 那个阶段失踪库里 这玩意人都有一定缺陷了 他没有十全十美的 包括麦克尔乔丹 不是十全十美的 科比布兰特远色也没有那么精准 而且你说这种鬼没三分 他跟本西方式不一样 西方式是彻底没有 这种鬼你说他彻底没有啊 无论是打西部决赛 还是打这个东部决赛 还是打这个总决赛 他也没少冷 而且冷有时候也能冷静 准形容差不多能合到30%左右 没有那么差嘛 多少是有一定威胁的 你说他罚球不准呢 总决赛最后一场 这个差不多恨不得20罚死马重 比当年诺伊斯基差不多多少 罚的 化身诺伊斯基简直 一个体格加强版本的诺伊斯基 就是今年总决赛 技朗那一场大战 也挺关键 如果抢7的话 熊主队想赢 那就难以登天了 重回这个太阳队 那你不太好赢了 但那一场这种鬼打的 就是相当于这个 身体加强版本的诺伊斯基 非常狠 当时那一场 下赛基 詹姆斯夺冠 能排到什么位置 夺冠也还是第二 历史上还是第二 夺冠军 你跟麦克尔乔丹之间 还是有一定差距吗 夺了冠军之后 就是五个总冠军 个人以及团队 比麦克尔乔丹 还是稍微短点 拿一个冠军 这就到了这个程度之后 上面只有一人高高在上 你这个想比呢 想把对方撵下去啊 那你就不是一早一夕 能够做到 长期积累 气候赛当中 你还得说继续 在高龄的情况之下 勉强硬批 还得继续批 比乔丹 还是比不了 周世平打过詹姆斯 那可不打不过嘛 这一点我之前 就是跟这个李景亮啊 就跟他 我还正好当面问过他 我说这个职业格斗啊 如果说双方之间 体型差距巨大的话 那是不是说 体型有优势一方 哪怕是打职业选手 而体型优势这方 他不是职业格斗运动员 但他是运动员 是不是他也完全占据上风 李景亮当时讲的 绝对占据上风 因为职业格斗 他内部之间打呢 就是哪怕赛前 称重差了半斤 这都能够影响 比赛最终走势 一般来讲 涉及到奖金分配的话 原本55开 你如果说 称重的时候 你高了半斤 对方同意跟你打 那最终分奖金 有可能就是三期开 就是这样 就涉及到最终利益分配的话 你得吃点亏 就算说你赢了 你也得吃点亏 就这样 所以这是体重带来的不同 你就包括这个 李景亮他自己讲 如果是跟帕克奥 他俩之间打一场 那个格斗的话 想怎么打怎么打 这李景亮自己讲的 我可以按照自己想法 我怎么虐 对方的武力吊架 因为体型差距太大 这个帕克奥 无论是体重 顿位高度必展 李景亮完全碾压的话 你都没法精神 当然这是职业格斗级别 如果说体型差距太大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勒布朗 詹姆斯打李景亮 李景亮当时他自己也讲 应该可能说打不过詹姆斯 当然你就看这个 具体规则或许有所化分 但是打肯定非常困难 李景亮自己也讲 如果打詹姆斯的话 那肯定困难 他这个体型条件 说实话 你就仅仅凭借纯粹力量 踢我一脚 打我一拳 我也受不了 你不要低估 詹姆斯 真说这个 拎出来 那种粗壮程度 你看没看到 什么这个巨石强审的 以往打WWE的 在詹姆斯面前 也是个 那立马型号就显得非常小了 在詹姆斯面前 你要说这在奥尼尔面前 那刚是小的不能再小了 这就是体重短位 一立详实会 在格斗领域当中 也是成立的 更方向人家本身 直接弄远 咱不是跳的又搞 真说 毛劲跳起来 一个废踹 那这个你也受不了 这个算是格斗界 内部人讲的 李景亮也不白给 整个世界 他70公斤 还多少公斤 几以上 他也算是能排得上号的 他自己讲 打不过 打詹姆斯打不过 无间都能打过 更多龙多 更适合哪队 李景亮 帕古药能打死李景亮 你说这 那你这是捶着闹了 李景亮 他不说这个就是大话的 他没有那么多扯淡 他讲的就是 我打帕古药 我可以吊着他打 我想怎么收拾 就怎么收拾 他根本进不了我身 因为双方之间 都是行家 谁也别死狗跑 互相之间体称差距 如此悬殊 我再弄不过你 那我简直别打 直接格斗了 所以你要说 这么直接 双方之间就开干的话 李景亮有绝对信心 能够完全压制帕古药 因为就格斗种类来讲 李景亮也是开放式的 他有多种技术手段 而帕古药就是拳击 上脚的话 肯定二把刀 打不了职业的 MMA选手 但是李景亮同时 又可以讲吗 我要是跟詹姆斯碰上的话 那我不见得能赢 因为詹姆斯这个体重 蹲位高度 比我强太多了 而且人家也是职业运动员 那包法力 各个方面 一点不逊色于我 我就都跑 詹姆斯都能把我给撵上 放风筝 我都放不了 我咋打呢 人家本身蹲位就高 我精神起来 我其实呢 不见得完全占便宜 人一力相识会 人家我拽人家 人家一下子 把我甩到一边 力量方面有差距 蹲位啊 这就是格斗 你的蹲位重的话 你明显是得力 就好像李景亮讲 正八经职业格斗比赛 如果赛前惩重 对方比我多了半截 我都有权利拒绝处赛 如果我要是愿意打的话 愿意在你体重超标情况下跟着 哪怕就多半截 最终咱俩的奖金粉配 你也得给我补偿 而且李景亮讲 就是双方打到最后一个 对方如果说真是高我半截的话 有时候我就输在这 李景亮讲呢 拼到最后一个回合 那就差一点差多了 我就打不过你了 你看看 体重就影响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世界各大职业格斗比赛 体重要求那么严呢 几公斤就一个级别呢 这个规则的致敬 恰恰说明了 行业内清醒的一种认识 公认就是体重在体重力量 这往下在这个格斗领域之内影响巨大 所以你像詹姆斯这种这个 呃超人一般的体型 那就不行 打不了 李景亮没说小话 他说他不一定能打过詹姆斯 看来他还是实事求是的 之前他说他调打帕克奥 当时我也一级 但是后来一问他跟詹姆斯打如何 他做一个职业格斗选手 他说他不见得能打到个詹姆斯 真说到了眼前 我精神呢 有可能对方一级不见得把我KL 但是说的话詹姆斯就直接定根脚 那就一下把你定定到地上 一个定根脚迎面 你就算是个人格斗 一下给你定到地上 说实话 如果你躺定詹姆斯上去一顿扁踹 那你也是完 你要说搂着詹姆斯大腿 詹姆斯胳膊也不闲着 以上是下各种招呼 那你这个怎么办 只能被动挨打 你这种你想还击 你胳膊没有人长 詹姆斯避展各个方面 对不对 詹姆斯冲起来 一个野蛮冲撞 这玩意这个 理解让我估计当时都给 都都给撞匪 那就没有办法 你要说我就是海盗式打法 打一打我就跑 詹姆斯跑的比你快 上去就给你撵上 那这就不行 而且詹姆斯 人家多少稍微了解点 格斗常识 你都你都玩 保护好当部 保护好眼睛 你跟你打去 你其他点位 你就打我 你能把我打出事啊 这哥尔大 不一样 芝姆哥和多兰特 不了解 一个导导下台季 总决赛 没批 泰森你说打詹姆斯 他俩本身这个重量 吨位就解决 你这都不一样 重量级 这种重量级的 那是例外 因为泰森本身就属于是 不限体重吨位 他已经达到120 哎呀不是泰森多重了 我也忘了 他说泰森多重 反正他是最高级别 他是重量级 他都不一样 重量级的 那都是个的 基本都具备 一级致命的能力 抗击打 吨位 没有那么选手 泰森接近1米8 霍利菲尔德不也大个吗 霍利菲尔德 他这个就不太一样 而且实力也有区别 李整亮说的话 他不是顶级格斗家 这点也是 不是说贬低李整亮 他不是最顶级一线的格斗家 他就差点 螺丝最高 找到过零钱省 那就是2011年那会儿 罗斯有没有资格 即使联盟全产的 那会儿联盟第一 是勒布朗扎姆斯 这个毫无疑问 当时战独立个坊 你要说排到第二 公平的讲 应该说是这个 德克诺耶斯底 就是2011年 那一年 德里克罗斯 展过长桂山梅皮 公平的讲 应该是德克诺耶斯底 因为那结合一整年嘛 甚至诺耶斯底呢 你要说吊打扎姆斯 在起码2011年 甚至你用吊打二字 也不算夸张 张普斯 面对2011年 诺耶斯底 也是无理造价 但是张普斯 起码是前二 常规赛 集合机构赛 整体表现 因为除了总决赛 发挥不佳以外 张普斯 其余比赛 也是统治级的 排到第三呢 你要说让国选呢 那得是科比布兰恩特 可能说更加恰当 科比 德里克罗斯 初出茅庐 2011年 确实拿了大奖了 但是跟这老几位相比 也是相形见诸 甚至不夸张地讲 2011年 德里克罗斯 有没有砍 杜兰特有秀 我感觉是没有的 杜兰特2011年 早已成长 那会儿 联盟当中 整体输出 季后赛当中 打到分区决赛 与独龙俠 想抗衡 也是杜兰特 跟诺维斯基对表 当时有一场比赛 他俩双双砍下40奖 那会儿 杜兰特也不简单 你要说真实实力的话 应该也是在罗斯指上 这就已经几个了 诺维斯基 扎姆斯 科比杜兰特 已经四个了 再挑出来一个 我认为啊 德文维德 1011赛季 其实也就是 组队了之后 没显出来 其实真说个人能力 那会儿的维德也 在罗斯指上 所以罗斯 我感觉 他拿MVP那一年 即使联盟前五的话 应该都进不去 顶多勉勉强强 亚德文维德 这个双方 有一定的整议 或许能做到 但也不见得稳稳 能做到 相扑它不一样 相扑这玩意 你就可以放风筝 而且相扑 它这个打法 各方面 它是完全规则 限制之内 它是一个 来回推人的游戏 它这个不是完全的格斗 相扑你表面呢 它名义上 好像说跟格斗 差不多接近 但它那不是跟格斗不是有事 它这更多不是以击倒对手为目的 而是把对方推出去 这个不一样 因此强调的呢 就不是纯粹的格斗 互相之间的积极 而是强调的一种 这个吨位力量 更多是就这方面单一维度展现 有点计较 但是它这个不是 更多不像一个 也是有业属于格斗 但一般来讲 相扑它 花分为格斗呢 有点这个 有点差吧 就不能完全化 花分为格斗 就在一个小圈里 把对方推出去嘛 这个不一样 它不许打人呢 相扑啊 只能是单撑 可以拍一下 但不能打脸 打脸是不行的 那这样就不算是 正拉脚格斗 我这电子没电了 今天咱们先讲这儿了 再见了各位观众 咱们先讲这儿了 再见了各位 今天咱们先讲这儿了 再见了各位观众 咱们明天再见啊 感谢这个优质 和这个生活固质 XQ系 春秋 百可 人生 远方 唐德 小全 李爽 再见了各位观众 再见了各位